坐火车吃台铁便当是许多人的回忆 而台铁也在全台不定时推出现地限量的便当 满足旅客和老涛的味蕾 26号上午花莲站台铁梦工厂就推出了 旨在花莲车站独家贩售的剩下限定 柜头刀便当 扣除预定数量后 每天只贩售50份 而贩售时间只到9月底 目前只要购买就会获得小礼品 台铁也欢迎花莲乡亲以及旅客 能够来品尝剩下限定的柜头刀便当 就在台铁局餐旅服务所总经理陈文川 渔业署副署长王正芳 以及参加的贵宾见证下 花莲火车站独家贩售的 剩下限定柜头刀便当正式开卖 3 2 1 恭喜花莲远路下的一份 柜头刀便当 赛金测试 台铁局花莲铁路餐厅为响应台湾永续海鲜运动 从8月26号开始 与渔业署 渔业基金会联手推出美味健康的 台铁鬼头刀便当 而这场发表会也是台铁花莲站第一次举办 我们只要是响应整个台湾永续遗业的政策 今天我们跟行政院农委会遗业署还有海鱼基金会 联手来推出龙后海洋之心 这样的一个台湾的鬼头刀特色便当 特色便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除了我们以鬼头刀便当来作为主菜之外 我们也采用花莲当地的一个食材 包括我们的金针炒这个菇类 那另外我们还有芦笋 然后我们还有芦笋 那再加上枸杞 那在配菜的部分另外我们还加入了香Q的一个鸡肉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益子烧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黑豆 那这些都具有相当的一个营养价值 开卖后有民众就一口气买了五个 并表示买给家人一起尝鲜 怎么特地想要吃这个口味啊 因为有送东西 所以平常也是有来买就是了 所以今天有这个特地来买这个 对对对 对因为这种尝鲜 对然后我就想这个鱼类应该也是一个对身体很好 台铁花年站独家贩售的鬼头刀便当 每天中午限售五十份 而且贩售时间只到九月底 台铁表示 目前便当新上市期间 民众每购买一个鬼头刀便当 就可以兑换金美鬼头刀文件夹 而购买五个就可以换酷炫鬼头刀T恤一件 台铁欢迎花莲乡亲以及旅客来品尝 剩下限定鬼头刀便当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